在今日凌晨进行的一场一架焦点大战中,国际米兰在罗马奥林匹克运动场,客场挑战蓝英拉奇奥,面对眼前这支蓝黑军团,拉奇奥的将士们是憋着一股劲,想要再奔唱比赛,完成对国米的复仇。 正是上赛季最后一场一架联赛,国米硬生生从拉奇奥手中抢走了欧贯门票,所以本场比赛,注定会是一场精彩激烈的对决,不过从比赛的进程来看,拉奇奥并没有利用好主场优势,对国际米兰带来足够的压力,反倒是被蓝黑军团战拒之上风。 在上半场结束后,国米带着2比0的领先优势回到更衣室,为本场比赛定下了基调。 最终国米凭借着一卡二滴的梅卡二度和布罗索围棋的远射建功,在客场三球完胜拉奇奥,蓝黑军团收获了一甲六连胜,略升至一甲积分榜刺席。 不过要说本场比赛最出彩的球员,恐怕不是梅卡二度的一侠二敌,而是国米中场布罗索围棋,在次一对决中,克罗地亚不但取得了进球,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优势。 他更是在下半场一次防守拉奇奥的任意球过程中,在杜凤献上了毕生决学,预体横沉的鳄鱼腾。 虽然这一次拉奇奥的任意球并没有选择贴地斩的方式进行,但是布罗索围棋这么惊天一堂,还是成功干扰了对手,让拉奇奥浪费这一次进区前绝佳的任意球机会。 而这也是克罗地亚连续第二场比赛,在对手反任意球的过程中, 使用这样的套路,在上周中的欧冠联赛与巴法的比赛中,苏亚雷斯在国民禁区前的任意球,拔出一技区地斩任意球,乌拉归人都准备欢呼进驻时,只要一尊玉体,是横沃,在蓝黑军团的人墙后面,布罗索围棋用这样的鳄鱼躺方式,成功化解了苏亚雷斯。 这次威胁极高的任意球胜门,面对布罗索围棋使出这样神奇的防守招数,看台上的梅西都不由自主地笑了。 或许在今后的比赛中,布罗索围棋这种防守对手任意球的方式,会被称之为布罗索围棋堂。